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业指数大涨了617点 这涨幅高达2.5% 创下8个月来 Dow Jones最大的涨幅记录 那另外纳萨克涨幅更大 将近3% Standpool 500涨了2.3% 另外费人半导体指数涨了2.27%的幅度 那美股为什么在隔夜上面 到今天清晨出现如此大的涨幅呢 是因为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纽约的一场公开的演讲 他居然说 美国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 这个非方瑞 距离所谓的市场关注的 中性的利率水准 Just below 什么意思呢 只差一点点而已 也就是说 应该美国联准会快升到中性利率了 那Just below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只差一点点 大概再升一次到两次了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了 当然他没有讲得很明确 就讲Just below 可是一个月前呢 他说什么 他说呢 现在目前美国的利率 离中性的利率水准 还有long way to go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当然市场那时候觉得他很鹰派 是不是还要再升息一大波 那long way to go 至少还要再走一年嘛 一年半嘛 那结果呢 才隔一个月的时间 哇这个真的是变脸跟变什么一样快 哇这真是很快的一个改变态度了 是不是受到川普总统的压力呢 还在看到什么经济数据不对劲 这口风很快的改变了 说Just below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马上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变化 股债双扬了 两年期国债利率跌下去 那股票市场出现了大涨的情况 欢迎联准会的谈话 那也使得今天亚洲股市 日韩台湾全部开高 但是呢亚股今天很妙哦 开高却全部走低哦 香港跟大陆甚至还翻黑啊下跌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今天有现场直播 我们今天现场请来了 网红证券分析师老王 大家最爱的老王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所以我们今天有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698观光粉丝团 明显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王在现场哦 这个脸书的粉丝团 老王你好 木豪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王你每一次来哦 我们这个在线收看都爆亮了 希望大家多支持这个木豪哥的节目啊 好节目一定要支持的 干温了干温了 这个真的是爆亮哦 好那老王这个 现在帮我们解释一下台股吧 台股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开高走低嘛 对不对 开盘的时候是开涨75点哦 加权股价指数开9959 最高的时候啊 是直接冲到了1万点哦 今天又重新看到万点哦 不过呢 呃是达到1万0一点而已 一点而已哦 1万0一点 那到1万0一点之后呢 就逐渐的走低 你居然收盘呐 很神奇也只有涨一点 对 第一我们先说台股 当然是跟着这个 像木豪哥刚才讲的亚洲股市的脚步嘛 对不对 我们没办法自己独立出来 没那么厉害了 那如果你要单就我们台股这个本身的基数分析 你可以发现上次 上次其实我们台股第一波反弹哦 是来到这个10014哦 也是盘中一瞬间啊 那我们常常知道技术分析就是 潜高就是你的压力嘛 你要嘛就潜宏突破嘛 要嘛就是点到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这边假设你是操作指数的话 其实一般的老手大概知道潜高这边 也不要说老手 大多数人都会看潜高压力嘛 所以早上合理就台股本身 当然也会出现一个解套的卖压啦 因为上次有碰一下 你在今天高点 然后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啦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今天也有来碰到11月9号 这边有个下降的缺口 跳空的缺口 那今天早上一开 等于也是在碰这个缺口啦 等于说今天早上台股 是面临两道这个双重压力 所以就技术面来说 你是本来就是不太能够追价 那你说什么时候追价 我们穆娃哥也常讲月均线嘛 其实昨天哦 昨天的盘中已经站稳这个 5日跟10日均线了 月均线也差一点 你就站在尾盘站上了 对所以你真的要做指数 你应该是昨天去做 都不是早上在追啦 那跌下来人家就会说 那今天缺口被封闭了 那是不是代表短线 当然代表短线就有可能 又会正六个横盘震荡 可是因为下面有5日 10日月均线三条均线 全部都堆叠在一起 你说如果要马上崩盘 那至少你要明天 来跟长黑灌破这三条 那如果没有灌破的情况下 大概就是整理 我只能说就是本来 看好一个大喷出的一个巨码 对不对 那今天缺口被封闭 那就慢慢重新再来过了 还是重新整理 重新慢慢走墙 会比较OK 那今天这个盘 有点扫兴 对不对 非常非常扫兴 让多头感觉上 好像又被挨了一个耳光一样 就是说跌下去赚不到钱 涨上去呢 今天早盘去追高也套到 大多数的股票都套到嘛 早盘去追的话 像孟娃哥有在玩期货 大家都知道 像我们看到这种缺口 你怎么知道我也在玩期货 这个久保长大名 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出现的话 通常你多单就是暴劳嘛 那封闭我再来这个停利嘛 对 结果 有没有想到可爱 持续个一两天的反应 今天直接就封闭了 直接就先停利 就赚比较少啦 所以真的是蛮扫兴的我觉得 好 那这样的盘是要怎么应对 等一下请老王深度来帮我们解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法人操作的情况 外资今天在集中交产是小卖 卖16.65亿 可是三大法人呢 我们看到加总的情况 总计是卖了25.03亿了 因为自营商有13.5亿的卖压 那投信的是买超5.3亿 那另外外资呢 这两天在奇货市场操作动态非常大 昨天大买在前一天是大卖 这大卖之后呢 昨天把前一天大卖的 全部补回来变成是大买 所以外资今天呢 在大台的部分呢 出现了1274口的卖压 这卖超的情况 可是他小台是买了1997口 不过小台跟大台啊 是差了四倍嘛 所以说你不能用小台来算大台了 所以我们今天加加简简 外资总计在期货 今天的卖超 如果换算金额是25.33亿 所以外资呢 今天期货加现货加选择权 总计卖了42.07亿 那另外在贵买的部分 是这一波啊 涨势的重心 这也要请老王来帮我们 好好看一下贵买 外资今天是买超5.39亿 那另外投信今天大买了 14.22亿哦 在贵买 那自营商呢 今天小卖了3000万 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在贵买 有将近20亿的买超 怪不得贵买指数今天 走势跟集中交易产 完全不一样 这个还是一个大涨的情况 昨天贵买已经攻上季线 对不对 今天可以讲说是站稳季线 因为今天贵买指数收涨又1% 那今天的成交量又超过400亿 所以连续两天呢 成交量都放大到400亿之上 那今天贵买收126.45点 是直接已经占上季线超过1%了 那可是呢 集中交易产大概离季线 还差了4%左右 所以这一波涨势中心在贵买 对绝对在贵买 那贵买原因为什么在贵买 其实简单讲贵买就是一些股本比较小的嘛 比较中小型股啦 那你可以看到贵买谁在买 投信今天已经连时买了啦 那我们知道已经快月底了 剩一个月 投信今年喔 其实我去看一下国内的基金 操作绩效 老王你要把电脑放过来 这样你可以不用操作 国内基金 其实他们国内基金就是 我们国内基金上半年表现不错 但下半年非常的惨 我昨天去卡一下基金的禁止 都跌比较多啊 好像没有一档主动型基金是正的 对没错就是这样喔 今年没有一档主动型国内的基金是正的报酬 那剩下最后这一个月了嘛 所以投信想当然的 要赶快把自己的绩效做出来啊 拼绩效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过年会很难过 要不然就先打包走了啦 所以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你可以看到这个投信已经连时买 那你回到这个大盘这个集中市场的部分 投信呢其实只有这样 买超两天 加今天才买超两天 就是为什么其实前一波大盘比较弱势 那投信开始进来玩的时候 这感觉有朝气 大盘这两天比较强 所以我认为整个筹码面 就是你说外资有买这个贵买中心 贵买股份的股票 可是因为外资本来就看比较长线 它不会像投信 你看像最近投信有买的股票 动不动就是往上喷了 所以只要有大盘 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贵买 在筹码面的加持下 我们常说多方趋势 不是看压力 是看支撑 看撑不看压 那你说昨天有这条寄军性压力嘛 可是你们发现 五日均线其实是非常快速的上扬 那就提供这个OTC非常大的强劲支撑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不要太过担心 虽然现在莫娃哥刚刚讲到 已经站上寄军性压力嘛 那军性也还在下弯啦 那还是短暂有些压力 可是你不要去看这个压力 你应该是回头看这个支撑 我认为假设五日均线 这个贴着短线均线 没有跌破之下 我认为大概你还是可以在 这个贵买中心 找一些好的股票去做操作 好所以说这一波买股的重心 在贵买 对不对 等一下请老王帮我们挑一些 筹码面技术面好的 这个贵买的指数 让大家抢个短嘛 对不对 那因为集中交易厂 真的是乏善可乘 虽然说今天重新回到了1万点 但是呢跟 应该是11月8号那天一样 就是在1万点昙花一现 11月8号那天还到1万014点 到1万0一点就下来了 所以可见大型股市不给力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集中交易厂 台积电是涨了两块半 算是撑盘了了 那台数化今天重跌三块 另外中华电信今天也跌一块 台数跌五毛 国泰金跌0.25元 台化收平盘 南亚跌五毛 富邦金跌0.25元 所以全资股几乎乏善可乘 那大力光呢是小涨40块 所以呢这个涨幅也相当的小 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全资股 没有表现的情况之下 集中交易厂 这个大盘的指数是很难有表现的 那另外 跌市的重心在数化股 这个台数化居然今天跌了三块钱 这是第二大全资股 主要原因是什么 油价 刚刚最新的消息 美油跟布油 双双又中错了 在隔夜上面 也就是说 周三的美股盘是 周三的美盘 期货盘 那WTI就是美油 这个跌幅是2.46% 每桶跌到50.29% 另外布油跌了2.4% 每桶跌到58.76% 不说 现在目前最新的油价 这个WTI美油已经破50块钱一桶 这个跌幅目前日内 达到1.4% 是创下13个月新低的油价 另外布油则是跌了2% 每桶跌到58块 也同样创了13个月的新低 所以这个油相关的能源股票 压力非常的大 这之前我们也提醒 要避开能源股这一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台湾 金融交易产前十大全资股 里面有很多跟能源有关的 台数四保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这个大盘是压力很大了 所以你看投信就很聪明 你知道他知道这个油价在跌 他避开这些原油的上游 他在买什么 他就买长农行 昨天大买了2万多张的长农行 今天又大买华航 那我们包括连这种老牛的海运 这种长农 昨天也是大涨突破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发现 油价破底的话 你要避开这些受害股 但是你可以买中 投信有在侵奈的股票 他当然会买一些油价收回 像最近这个 一些航运股都表现不错 就是航空航运股 所以说油价下跌 有受害有受惠 有受惠 能源股就受害 那单是用油的产业就受惠 是是是 所以可以特别去 一提两面 这个受惠的部分 好那另外最近在昂的 就是韩总概念股 应该讲韩未来市长 韩未来市长 韩未来市长概念股 像高野今天已经 吃下第四根掌停板 其实高野就是资本的富野 资本的富野温泉饭店 他的上市的名字叫高野 因为他陆客占比大概四到五成 所以他今天已经是连续第四根掌停板 那不晓得老王怎么看这所谓的高雄概念股 跟韩总概念股 对这个高野是这个穆华哥这个点名过的 表现非常惊人 对那其实你说现在已经选举完 已经快一 其实快一周了 我们再谈这个选举概念股 可能就大家会比较追高 我觉得那 所以你要提醒大家不要追高 反而是要提醒风险 其实你要就想 其实我觉得穆华哥选举问题很对 找饭店就对了 因为人会进来 大陆总是要住嘛 以前都是高雄不住 直接去住屏东还是台南 现在高雄就是可以住了 直接来到台北来住 那现在可以住了 所以你看最近蛮强 像这个国阳集团 国阳集团已经有汉神百货 汉来饭店 对那是同一种 所以你看他最近的长势也非常惊人 反而我觉得这个观光股 他观光股很多也动了 大鲁阁 然后什么 餐心旅 大鲁阁还亏损 对就是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所以你已经到这个节股 已经已经到礼拜五了 你才跟我讲说 你如果要去追 这个韩总概念股 那太晚了 那你如果先前有听这个木浩哥节目去买 这个当然就赚钱 可是你要是懂得拔档 拔档什么时候 这些观光股 饭店股通常成交量都很小 那等到哪天 他爆大量的时候 哎就是有人在做筹码上的交换了 对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 我反而是持这样的看法 好 那大家会觉得说 那大鲁阁跟高雄有什么关系 他有草悟到 对对 只要有牵扯的都能长 大鲁阁在高雄有草悟到 所以说 你要联想到很多方方面面 这个也不容易 所以要动一下脑筋 莫马哥说个笑话 滑芒店最近很强啊 强不是因为低温强 是因为他在滑芒店入主有投资啊 有盖的 可是他那厂也还没盖啊 只是说要投资 好像500亿而已 所以你知道韩总概念就是 有沾到边先涨再说啦 你知道吗 那其实 这个礼拜一有一档股票 一开盘涨停板 最莫名其妙叫忠实化 对有有有 因为他没有投资嘛 因为他在前阵有一个长 对反正只要有想到都能长 所以大家在追高之于 真的要想清楚 想一下 不知道如果有鸡排有上市的话 应该会长 今天听说什么 翟神要发两万块鸡排 搞不好问一下 翟神那鸡排是哪里买的 也会长 我今天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开车在我家附近 看到人家在排鸡排 搞不好就是那边在送 对因为翟神也送到台北来 有有 这个排好长哦 我想说怎么有那么多人在排队 应该看 应该是鸡排碳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去拿一点 听众朋友可以去拿一点鸡排 多减 多减吃 那老王这个 现在目前有哪些股票有转机呢 这个看起来 这一波比较强的是 被动元件跟矽晶元 还可以再进去抢这些股票吗 其实这一波 因为是投信在做嘛 那投信在拉台股票 它是我觉得这个族群 算是轮动轮涨 很多事情 而且OTC长成这个样子 贵买中心长成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股票长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传出这个什么 美国封杀中国的这个安控 哇 一堆莫名其妙都长了 金锐 金锐这多久没人提啊 奇偶 也跟着长 那还有一长比较小型 像森锐啊 也都长 航特这种 比较量比较小的都长上来 那我们像光学镜头 我们知道这个大力光哦 大力光 大家可以看这个线形哦 它是做了一个 前面有破底 对不对 可是它是做了一个 对 可是它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 大家如果画这个上面区间一个一条支撑线 下面就要压力线 下面一条支撑线 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区间哦 区间的假铁破 我们说这个假铁破就来针穿头啊 今天就做了一个针穿头的动作了 所以你说它到2875是假铁破 在2875假铁破 可是它 我们假铁破的定义就在 你在短短一两天之间要迅速载火 你可以发现它立刻用一个红K给你站回来 这定义上是很明显的假铁破 那今天就针穿头了 那针穿头代表光学镜头其实是不错 大三成哦 等于一支搭专案的话 一支只要7000块台币 可是XR是单镜头啊 XR是单镜头 对 可是单镜头就对这个 它有后镜头 它后镜头出货的部分是郁金光 哦 那我们其实我们台湾厂商哦 其实苹果财报一直表现得很好 可是台湾厂商我们供应链为什么会跌 因为量在跌 因为它量出不来 它毛利高是它家的事嘛 因为它就是减掉那个订货 是下的订单嘛 是 那可是它现在要降价代表销量 我们当然是正向乐观 销量有机会上来 那对台湾供应链其实是好事啊 可是你可以发现哦 像这种XR的部分是 对郁金光比较受惠 因为郁金光本来就是 它负责它的后镜头 你看郁金光 今天就来创下 今天早上是大涨6% 创近期的新高 所以整个光学镜头 那你不要说郁金光 你看这个亚光 今天也是大涨创高了 所以整个光学镜头也在动了 所以我简单讲是这样 我觉得整个这一波 你只要 你看像干嘛 那运输族群也会涨 就 你只要真的不要那么衰 就买到就是大 就不要去追高 那基本上你买一个族群 你等它回落 像安控 安控上礼拜先涨 可是他经过几天 三天的休息 你刚才可以看着限度 这礼拜又重新来过 光学镜头上礼拜有涨 可是这几天休息 就今天又重新大涨回来 所以你现在布局 应该是要找这种 有大涨了 等到回来 像矽金元啊 这几天涨那么凶吗 你说你要再追高 其实你风险很大 有点追不太下去 不妨等它回涨再做操作 可是细菌也在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被动元件好像比较慢 被动元件反而是这两天跟上来 像信仓店主要件就涨停板嘛 那华欣克也跟上 所以你应该是采取这种轮动轮涨的 那讲到这里 因为我回到穆华哥 刚才跟我介绍 就请观众 请问说 有哪个族群啊 因为是这么族群的轮动 我认为IC设计 我是目前最看好的一个族群 IC设计 对 因为IC设计的族群 它牵涉到很广的成半 我们包括驱动IC 任何的晶片都会用到IC设计 那IC设计为什么会好 大家可以看 等一下 IC设计为什么会好 我们放在下一段 这边我要先请教你 你刚点名的几档股票 玉金刚跟大力光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 有现在技术现行 你可以把它调出来看 其实今天大力光有站上季线 可是玉金光还没有站上季线 它离季线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两档你要挑的话 你会挑哪一档 这两档我一定挑玉金光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没有站继线哦 孟老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秘新 对对对 这一档玉金光它其实有个 我们就回去查这个券商的分点 我们电台有你粉丝哦 谢谢谢谢 券商的分点 我们讲西一点 就看内行外门是看门 外门烂闹我们是看人道 这个玉金光在 我们知道在年初的时候 也不过大涨嘛 年初去年也不过大涨 当时有一家券商操作的是非常厉害 买在低点卖在高点 那一家是在富邦政捐 在仁爱路四段这个分点啊 大户买了上千张哦 最近他又回来了 那你看最近玉金光比较比较强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回来买了嘛 有人在买了嘛 所以你用这个 如果几句推测的话 因为我认为 我始终认为股价会涨呢 你说基本面有影响 技术面有影响 但最大影响绝对在籌码 有人做才会涨嘛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玉金光目前 虽然你说他没站上寄军线 可是你换个角度思考 他有没有站上月军线 有 那他前一天其实有报一个大量 木槽哥这边有没有看到 呃大家可以看一下 木这个 11月22号这天有报一个大量 对 我认为这个大量 刚好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主力券商大买的那一天 那天买了500多张 400多张 所以这个低点只要可以守住 刚好现在已经站上月军线了 我们常我们学军线最基本的理论就是 站上月军线 我下一个目标就看哪里 看寄军线 那寄军线目前这个位置 还远在254块 所以如果以我来看 我会认为这个空间 就是一个合理 我可以赚取它反弹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一比起来 就比大力光 哎呦来的有一点比较期待这样子 那加上 我觉得股性的话 玉金光也比大力光比较好 那也买的比较动 你要买大力光的话 你只能去买股票起货 它有小大力光起 或是全震 可是说玉金光也有股起啊 所以这两档股票我觉得都是 因为当然今天受到大盘影响 开高走低啦 难免收了黑K 那短线你就按照我去讲的 第一个守大量低点 第二个守月军线 我觉得如果有守住 未来的空间还是有的 那大量低点 就刚刚老王讲 11月22号当天 它的低点是201块 那今天收211.5元 所以大概还有这个10块钱的空间 摩托哥你看 你看这个线图哦 这个如果没有人在 你看他大量 他爆出大量之后 失败 隔天是一个黑K 这个是吞噬哦 他把大量低点吞破了 可是你看隔天马上就开始上来了 这如果是没有人顾 就是下去了啦 基本上 这应该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对洗盘的动作 把你洗掉嘛 好 所以老王刚讲 玉军刚今天211 这个离季线的位置 254 还有一段蛮明显的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这档股票 那当然大力光站上季线 可是一张股票3000多块 一张300多万 你敢买去 买去 你有这么多钱吗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另外你刚刚讲 那个环球金跟国具 那这两档股票又怎么去选呢 如果我的钱只购买一档的话 那我要选被动元件呢 还是要选已经领先上涨 而且突破所有均线 很明显 那我们看到环球金已经连三红了嘛 对 那是选环球金呢 还是选被动元件的国具 还是说被动元件的华星科呢 是我想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啊 就是说你如果大盘跟OTC 大盘金的大涨 OTC已经涨其实一大段了 我们刚才说虽然你不要去预测高点 可是你要提防 五日均线随时跌破 来做一个回马枪来修正 那这个时候你去买这种像环球金这种 已经涨到天上的 虽然它刚涨上季均线 可是你可以发现 它涨幅已经很大 你可以回到过去 它什么时候站上月均线 11月1号就站上月均线 它涨了整整一个月 那现在玉金光刚好就是在月均线这个位置 那所以你来这样分裂你很清楚 你当然是买这个靠近月均线的股票 会比较安全 如果你再来追 已经涨上季均线 它已经涨了一大端了 应该说是国具吧 我现在讲这个环球金 环球金已经是站上月均线一个月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你要去找这种 我觉得你现在要抢反弹的股票 应该是要去找这种站上月均线的 不是去找站上季均线的 因为它已经反弹了一大段 那你说环球金短线怎么操作 因为投信外资都在买嘛 你最简单就是看五日均线的操作 这是给已经持有的啦 那空手其实我这边不建议在 短线不建议在追这个环球金 那你说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具 国具就显然就机器相对低嘛 那我们说这个会带 涨价题材其实带着走啦 那我认为在这边的话 如果它能产负在这个 我觉得它未来就在空间 就是在月均线跟季均线这个区间做震荡 所以你要掌握你的买点 今天刚刚我卡在中间啦 我们说这个不算不是 你要买也不是 要慢也不是 所以建议你空手 是拉回撤这个月均线 其实我在这个木娃哥节目讲过很多次 看这种涨价主题就是看月均线 月均线才是它的重要的一个支撑 这个国具月均线在327号 那季线在405 那今天收359号 今天是收了一根黑K棒 开高走低的情况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注意这两个价位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到我们节目现场有直播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网红的来宾 证券分析师老王在我们节目现场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现在上网来看 老王的尊龙 如山真面目 其实也不用了吧 你现在天天上电视 大家也都看多了 不是神秘人物 已经不是神秘嘉宾了 那但刚刚我们谈到极党股票 整个大盘跟OTC的走势 那现在接下来老王要跟大家讲 这IC设计 对不对 所以你现阶段最看好的类股是IC设计 我们只想讲 现阶段很多族群都会涨 但是你要抓一个 因为我经常说 反弹其实抓的比的不是比准 你知道吗 是比速率 像穆浩哥的高野 这就是有速率的展现 反弹就是看你短线可以赚多少 所以反弹你 假设你还去买台积店 或者是这种很牛皮的股票 你其实很可惜哦 因为下次 如果台股再一个反弹 因为我们都是这段是反弹嘛 万一再一个反转 你其实是会赔到钱的 你假设赚个 你现在把握机会赚一个礼拜赚个四成 你跌个反转 跌个5%你没有感觉的 可是你就只赚了5% 你跌个反转你就有感觉了 你知道吗 这个只赚5%跌个一成就靠腰了 时间不等人 对 然后想说什么反弹啊 对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IC设计是我们可以看哦 最近投信在大买 像这个神盾 64662的神盾 好像外资也有买 外资也有买 那我今天的主题 主要是切这个投信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有在这个投信公司上班哦 他们共同我们吃饭 共同的他们共同目标就是 如何避免年底被fire 真的吗 真的 有这么惨吗 有很惨 非常因为他开始要认劣这个绩效 那你看他最近IC设计 大买这个神盾 神盾是一路飞天 其实莫要跟你知道吗 神盾在这个破100块的时候 这100块左右的时候 有传出利空啊 就是三星的 不要他的单子 他掉单嘛 他的指纹辨识不用神盾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有时候你报纸看到利空 因为他已经早就反映了 神盾好像叠一大段了 那利空一出来利空 反而不跌足底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现在开始反弹 那还有另外一档 像这个 等一下 神盾今天收涨停板 对不对 169 还能追吗 当然不能追 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这种 跟你讲一个范例 就是说投信最近在涨的有大涨的 那你 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讲 你要注意哪些 可要可以注意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4919的这个新唐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个投信怎么买的 也是买一大堆啊 每天买啊 所以他股价也变强嘛 那在看你党这个 三二二七的原项 投信也是连买两天 股价也非常强 好 那接下来我要讲重点 那你说 你们怎么去选股 这次已经涨了嘛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项的线图 他是不是这个前一两天 前一天刚好站上这个月均线 那月均线之后 投信就进来了 那股价就拉长 所以你应该去找一下 有没有什么IG设计 还在这种底部 然后他刚好已经站上这个月均线了 那你将来就有机会 然后又有法人开始慢慢在买 对对对 那或是法人大买已经大涨的 你不要短线不要节锥 可是你拉回 因为这个投信作帐 不会一两天啊 你可以看到神盾 看到像智原 看到像这个 星唐 他们都连续的大买 你应该等他拉回 我觉得假设你是积极一点的 如果行情 行情非常好 OTC一路守在五日均线 拉回十日均线就可以注意 但是如果OTC稍微转弱一点 来做一个良性的震荡 我认为你守住这个月均线 如果拉回有测这个月均线 都是你一个上车的机会 你去找这个IC设计的个股 我觉得非常 比如说IC设计很好玩 像最近宏达电是不是超强 对啊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 宏达电 你买不下手宏达电 宏达电也不知道在抢什么 对 听说啦 孟老师听说他明年要推出一个 5G的手机 So what 台湾都还没推出 对 So what 就因为现在股票在涨 就真的吵题材 你也要想 筹码面 宏达电谁在买 其实宏达电在底部 在破底的时候 就有外资拼命在买 你可以看到外资 其实在破底的时候 就天天在大买 所以宏达电基本上 是一个筹码站 就绝对是筹码站 你说这个基本 第三季这个财报不能看 那你说他有什么转机 5G走机 你刚才讲 So what 对 台湾也没有啊 也还没有5G 商转 商转可能最快要到2020 所以就吵一个筹码 筹码面 你说这两股票吵 筹码面还有一个特色 你看宏达电 这个我们知道宏达电 通常最烈的联动 跟这个听众朋友报告 最烈的联动 你假设以后看到宏达电涨 你来不及买 对不对 你买卫生 你现在打开 兄弟公司 你现在打开 兄弟公司 应该是夫妻公司 夫妻公司 是你看 卫生的股价 跟宏达电非常相像 也是慢慢涨上来 宏达电涨 卫生就涨了 为什么 这个年轻一代 我们这个一些观众 或一些听众 可能就不懂 不太懂 为什么会联动 讲一下秘星 你刚刚宏达电的董事长是王雪红 卫生是陈文琪 他们就是那个 他们是这个夫妻关系 市场上 我们不是说他们炒作股价 我是说市场上的 很多市场派 就会这样去联想 所以他们联动的系数非常高 那你说卫生是不是 爱奇设计 是啊 所以我常常讲 爱奇设计 它联动的牵管很广 比如说我们在举一讲 这个8069的元太 元太投信也是积极在大买 可是这两天都不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外资在对坐 昨天外资卖6000多张 那今天稍微买回一点 可是我就觉得 因为它前面涨一波 你可以看 其实投信买它 已经从20块涨到33块 元太有什么基本面 那就是所谓的无人商店 电子标签 电子纸 明年的无人商店 其实台湾生们已经有在试营营了 那外面的亚马逊 包括这个大陆 中国的这个天猫 其实他们很多了 未来这会是一个产 我们说 我们不要看基本面 我们看产业 这个就是一个产业未来趋势 那所以我认为 电子标签绝对是 未来一定是无人的 那它短线其实从20块涨到 其实已经快一倍了 快五成 抱歉是五成 那你说短线让它休息一下 其实我觉得OK 至少你看到这个投信的筹码 没有松动 那没有松动代表 休息一阵子 它还会再回来买 那你说那买元太 为什么要扯到IC设计 因为它旗下 我们说电子标 要有个驱动IC 那个电子标签有驱动IC 谁在做的 就是它转投资的 这个3141的金虹 所以你看 其实IC设计的题材 是非常的广 你看金虹谁在买 投信今天有没有买 今天买100张了 那外资今天有没有买 友爱买400多张 所以它也是一个 另外一支同买 而且它第三季的获利非常好 那金虹之前你会说 为什么金虹之前都没涨 因为它之前受到这个 你看到前面的缺口压力 在这个11月6号 有个大缺口 今天算是来封闭了 那个缺口好大 所以整理了很久 它用时间来消耗这个卖压 所以也算封闭 所以像这种类似的股票 我们当然今天不是要抱大家名牌 是要给大家说 类似的选股逻辑 你可以去从最近外面在大涨的产业 回推过来 台湾有没有相关的产业 去做一个 比如说像最近苹果干领股 之前的敌人产 最近看扎立光稍微在足底 鸿海比较惨 但是也没那么惨 那我们看今天有一档叫做康控 康控今天就大涨 康控谁在买 康控谁在买 也是投信在买 投信上个礼拜买了一大堆 它等了很久之后 今天又开始重新来做这个账 所以康控是属于平台股 你就要回想 那有什么平台股相关 像平台股现在这个Type-C 你可以去找这个相关的 像IC设计4911这个经验 经验是4911 我突然有点要查一下 不是4911 这个经验 我突然忘记它代号了 没关系 等一下查给你 经验的话 它是做这个保护元件的 也是Type-C的保护元件 所以你看像这种 它最近也蛮强的 这个6411 抱歉 6411的经验 那这种股票外置在卖 可是你可以发现 它是不是已经准备要挑战 站上这个月经线 如果它哪天站上这个月经线 也代表它底部 这个我们常说 站上五月经线叫止跌 站上月经线叫止吻转强 所以你应该等这个关键 类似 我今天都举例做这个选股 你看我这样随便选 就很多档值得你去琢磨的 所以这个IC设计相关联 上下游产业非常多 非常多 就是从整个上下游的供应链来思考 这一块 还有一个重点 你看像这个创意 因为创意是热门股 大家我们来解一下这个创意 孟大哥你有发现到创意最近发生什么事吗 创意它其实上礼拜才刚刚破底 要不要说前几天才刚刚破底 上礼拜五 那破底的时候它爆出了一个 这个成交量是18000多张的成交量 就前几天嘛 对这个成交报告各位听众 是历史天亮 历史天亮 挂牌这么久 这一根是历史天亮 单日的历史天亮 达到大概160几块钱 那160几块我们说 我们说高档 如果爆历史天亮 往往是凶多吉少 因为代表手码有人在丢出来 那你把这个整个日K线 因为有时候观众很难判断 我教大家 你把整个创意的K线 翻转过来 就倒过来 你近色你来看 哎呦 那等于是破底一点 然后爆大量 你反过来好像 就是诶 当然就是一个有机会来短线一个见底 因为代表很多散户 300不卖 200不卖 到了162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才会爆大量 历史天亮 很多老股都卖出来了 这个时候反了极啦 那你看创意最近投信 今天又回来买了440张 那他是不是也刚刚好 站上越军线 那如果以我刚才讲的逻辑 站上越军线的个股 有机会朝寄军线来靠拢 哎呦 我们随便又选到一档 又是可以操作IC设计 所以我基本上你这样去选股 我就太多档股票了啦 OK好 老王今天真的是爆料全出 好料都给大家 这个随便讲一讲 就已经是大概至少七八档了 因为我们不要做单一推一档个股 我们让大家有志的去选择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你在教大家一个选股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是一个反弹行情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回升 那既然反弹行情的话 你就是要去抢一些 可能空间会比较大的 速度会比较快的 是 那你当然也可以去买鸿海了 买台积电啦 但是你买鸿海台积电 可能你的绩效就会相对差一点 对 他也会涨 但是问题就是他可能一天就涨个几毛 对 鸿海就涨个几毛 台积电可能就涨个五毛一块这样子 然后改天美股有个风险 他就也不是跌毛 几毛再跌 他可能就几块钱再跌 对啊 说不定下个礼拜一 那个谈判破局 木华哥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讲 这等一下最后一段 可能请老王讲一下 这个中美贸易战 下礼拜一要摊牌的事情 那当然他就可能就杀下来 好 那当然中小型股票 他也可能会杀下来 但是他涨上去可能乘数就多 速度比较快 那他就杀下来 可能你就还是有钱赚 对 所以 这个 现在目前最重要 选什么样的股票呢 第一个他一定要站上月线 月线是最重要的 那月线站上去是一个 Tier 1的条件 那Tier 2是什么呢 就是要由法人买钞 是 那法人买钞呢 最主要看投信 投信 为什么呢 因为投信太多人要被fire 掉 对 所以大家现在要保住饭碗 那保住饭碗 就要拼绩效 一定是拼命作帐的 所以第四季一定会有一个投信作帐行情 不然大家都被fire 掉 其实这个行情现在已经正在上演了 你看最近带大涨股票 清一色你打开来 都是投信在大买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 最关键的 这个现在目前习近平跟川普 两个人准备要见面 下个礼拜一 万一谈判破裂 或是说谈判顺利成功 那股票大涨大跌之下 我们该怎么操作 这等一下来请教老王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老王的粉丝很多都上线来看了 我们今天有现场直播 上我们new98官网 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网红证券分析师老王在我们节目现场 好那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 我要先请老王来分析两档IC设计股 两档股票 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下个礼拜一要叫做一翻两瞬眼 所以下个礼拜一的盘式 不是大涨就是大跌 所以我们昨天有这个齐全的分析师 告诉听众朋友呢 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说这个礼拜五就明天了 你可以去布局那个call跟put 你同时买扣跟买put 你同时买call跟买put 跨市 同时买call跟买put 那因为下礼拜一不是大涨就大天 所以说call跟put一定会有一边大涨 那这个大涨的那一边呢 至少可以cover掉你输掉那一边 因为是做买方啊 要搞清楚 对对不要做卖方 千万不要做卖方 这个千万不要做卖方 做卖方你可能要录一段影片 隔壁去抗议了 哈哈哈 做卖方要录一段影片 在上面哭了 我把客户钱都赔光了 所以我忏悔 好千万千万不要在明天做卖方 如果你有卖方的话 我也会建议把它清掉 这个有卖方的这个选择权的话 你把它清掉不要去赌啦 好那老王这个两党嘛 翔硕跟联发科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两党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现在像这一次的选举 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世代交替嘛 年轻人站出来 年轻人决定嘛 党派对对对 年轻人为主 你说这个联发科跟翔硕 我认为就是一个世代交替的例子 不是说他们产业在交替 我是说联发科 其实他以前是股王耶 五百块的股王啊 那你现在问线上这些朋友 很多都年轻人 他大概不知道 说他什么联发科曾经是股王 广达乡也做过股王 广达乡也做过股王 对对对啊你看 所以这些都属于 那你更历史更悠久 不要心动年轻人 对啊 因为广达那时候上市的时候 人家还以为他是广达乡啊 对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这两个 可是翔硕不讲 翔硕是我看好 我们说长线 不要说短线 长线有机会成为这个 IC设计股王的一档股票 那他们主要就是你看这个发哥 发哥就是说三赛基起家的嘛 那你看他的发哥 你可以看这个系数线图 其实外资投信也有在买啦 可是并没有买 外投信之前是在11月初卡位 卡位之后他没在动了 所以他缺了一个买盘的力道 那所以我目前短线看 他就是一个横盘 必须要怎样 现在刚好卡在月线跟寄军线 我认为这边要表态 来一个跳空 或是来一个长红往上 他反而才会有这个力道 你要操作联发哥会比较乐观一点 那现在已经纠结了 如果他来跟长黑跌破这些军线 那你要相对小心一点 联发哥今天线型很不好 所以明天很关键 最高开盘冲到241 居然收盘跌5块 跌到231 所以今天早盘买一张就赔1万了 对那就很伤 那你就要 他现在晚上又睡不着觉 担心明天 月均线会不会失手 所以你要注意 那你反过来看 因为他线型比较低 所以我是认为说 只要他不要跌破这个月均线 你还是等他转强 再来做注意 还是有机会 不要看那么差 那我们看这个5269降溯 现在想象差不多 但是降溯的筹码面 就漂亮一点 外资投信都最近都有在买超 那基本面的话 他也比较好 也好很多 那一样也是看这个月均线的支撑 这两港股票 这个基础线型都差不多 这两天都收黑 所以短线型看这个支撑 如果有手 最好是来一个长虹 或来一个缺口表态 那你可以积极做操作 那如果万一一个反向跌破 你让你做一个保守一点 我要提醒大家 翔硕你前一天有个356的低点 之前 前月初有个356的低点 然后呢 11月13号这边有个低点 你把它画一条线 刚好是一个上升趋势线 那你把595这个高点 前面595这个高点 做一条连线下 连到这个11月8号 刚好是下降压力线 等于它是一个大三角的收链 来到末端了 这个要突破的感觉 什么时候三角收链 突破有两种嘛 往上跟往下 那往上往下 其实你都可以操作 就顺势嘛 那我是那边 我比较乐观 就是说希望它是可以 往上去突破的 那你再做一个桌架 我觉得是有机会 突破这个前破高点 毕竟翔说的基本面也很好 是非常好 那前一波会跌就是被AMD给带下来的嘛 但是AMD在美股周三 AMD股价是上涨 包括英伟达也上涨 NVIDIA也上涨 NVIDIA涨4% AMD是涨1.4% 因为已经有投资机构说 GPU的价格已经回稳了 这个因为 好消息 这个挖矿实在太惨了 所以大家这个在乱砍GPU 有很多股票这样 已经脾息太来了 已经过掉 最坏的消息过了 那你也不要过度去追杀 好这个 如果不是说因为挖矿 比特币崩得这么惨的话 他们大概也不会跌到这个价位 这个以前的价位都是高高在天上的 好那接下来 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老王的最爱股 大同先讲一下 最后我们去到中美貿易战 就每一集都要讲大同 其实观众应该还记得 我们上次有讲大同 他是跌破基金线的 那我那时候特别提醒他 我说他是一档腰股 就从马面非常强 非常tough的一档股票 你千万不要随便去放空 你看他是不是又嘎上来了 而且在前天 在礼拜一 是创下了波段新高 42.4块 可是你看 他要拉回 所以我说他很难操作 就是他创新高 你以为他要喷出了 对不对 结果他连回拉回三天 OTC连大涨三天 他连拉回 所以短线来看一样 就月军新线做一个支撑 那我觉得这档股票 刚才木娃哥在休息时间 有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 大涨的时候你来卖一趟 大跌的时候你来买一趟 似乎是比较符合主力的胃口 好像都这样上下洗你 那你就这样做 区间就可以做很多趟 那真正有一次 哪一个长虹 把这个前膏 全部真的站上去的话 那也许是真正的表态 对 我觉得每一家公司 每一趟股票 都有他的股性 你把股性摸顺 就好像把动物的毛摸顺 比如说有些股票 你看他那个技术性 他从来就没有跳空缺口 他如果说早盘开高 然后出现跳空 你就不要去追 因为他盘中一定下来回补跳空 所以说你去追高的话 你就会吃亏 因为从来 几乎很少有跳空缺口的 这种股票 现行结构 他出现跳空缺口 你就要小心他会回补 而且是当天就回补 像大同很明显 9月底 然后还有10月底 10月中旬 跟10月初 都是创下波段高点 隔天马上回档 那还有一档股票 1262的绿月 做这个塑胶薄墨的 他也是只要创高 隔天一定藏黑 这种就是像孟老师讲 都是股票的他的惯性 你要去去摸索 摸都懂 这样就ok了 那老王这个周末很难过了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要盯着 这个国际新闻来看了 当然就是 最主要就是G20会议 在这个会议之后 会议之后 然后呢 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要吃晚饭 我就觉得 就是那个鸿门宴 宴无好宴 会无好会 那你觉得 这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觉得吃饭 会有暧昧的眼神吗 会有暧昧的眼神吗 我觉得这样 中国人一向就是比较这个 这个什么 李毅公检 李毅公检 公检浪 那就是比较说 比较我就觉得吃饭 可能不会发生问题 问题是在 吃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会不会来个回马腔 对 那我觉得 因为这是你猜不透 所以说实在 全世界政治人物最难猜 就是这个 这个川普 这个习近平你还好猜 就是他 他比较需要历史定位 那川普这种人是 今天冬明天可能就西哦 所以是很难猜的行情 但是你要对行情要一点判断 比如说 现在站上这个月均线嘛 假设 因为现在月均线 五日十日全部都纠结状态哦 假设下礼拜一 来个跳空不幸往下 哎呦 那等于是你跌破 所有的纠结均线哦 那就形态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哦 这时候反而你可以 适当去以缺口停损 去做个短空 我觉得指数部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缺口 如果是100点的缺口 你千万不要急的去空哦 因为你的停损就是100点哦 大概来个停损不要太多了 那如果你要做多了 一样啊今天收了一个黑K 明天关键保卫战所月均线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在明天 明天应该是小涨小跌行情 对除非该不会明天 如果就先一根长黑跌破月均线 你这个多单 你这个多单也报不了 也不要不要再报到礼拜一了 明天如果一根长黑跌破的话 代表有人有先信息 有人有先知道哦 是那代表你 你这多单也不要再报了啦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以月均线来当做你多单的一个持有 或减仓的一个参考嘛 所以礼拜一如果跳空开低的话 如果啦 跳空开低 如果是高达百点的话 也不要马上去追空 不要轻轻 因为我们台湾 这个有个很明显的那个嘛 黑手在后面哦 你要小心被尬啊 现在他们都很忙啊 好像是 好像忙着在内部自己再咬来咬去 不然你看前一波我们上次来讲 这个球19740他就守得很漂亮啊 这个就是有个盈盈之中的 那礼拜一如果是大好消息 跳空开高呢 那你就看季军线啊 我实际上讲了 站上月均线之后就挑战季军线啊 我认为这边 而且季军线的压力哦 这边还有刚好碰到一个缺口 这碰到一个 10月11号这一天哦 大量黑K的一个缺口压力 等于这边有双重压力的现象的话 我认为这边哦 短线如果涨到这里来了 你就不要太过积极啊 那这个大盘的季线在10240点附近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位置 非常谢谢网红分析师老王 谢谢